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是九阳神泉之 冰火九重天 喂 你怎么看出这招来的 这名字太色情了吧 太厉害啦 不愧是九阳神泉的船人 我的生涯一片无悔 无悔你们呀 我还没出招呢 我说 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喂 能不能别想这些奇怪的东西 既然已经打败了敌人 那我应该可以营救公主了吧 不 你还得击败我才行 不是刚才已经击败你了吧 你以为刚才那个人是我吗 完全就是你呀 只不过花了一身衣服而已吧 对呀 居然不要脸的承认了 这个剧组也太穷了吧 换个演员会死吗 来吧 让我们一决此休 我该怎么对付他才好呢 那不会是九阳神泉的船人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的生涯一片无悔 我什么都没做 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你就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马上就要营救公主了 为什么对此一点期待都没有 这特效还能再扎一点吧 完全没有代入感啊 还有站在城堡上面的 就是被我连续击败两次的那个家伙吧 不是同一个化妆师画的吧 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少年 你总算来了 公主就被关在城堡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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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你都背了多少遍了 还是记不住台词吗 就得从我的尸体上画过去 少年 我要和你决一束战 不愧是终极魔王连特效都变得精致了 终于落着绝战的样子了 我的生涯一片无悔 无悔你们啊 分明是自己掉眼来摔死的 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失去的青春 我叫王大锤 万万没想到 在完全不想救公主的情况下 我还是救出了公主 果然又是这祸 你救了我 今晚我交给你动房 我要我要动房 动房 你何必这样做呢 何必呢 我再也不想跟这种穷逼剧组合作了 你不想跟这种穷逼剧组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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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